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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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胎宣》和刘远熙 近日來到刘再席的網路頻道宣傳店 節目上兩人完美的一搭一唱 也讓刘再席速度投降 只見當天刘再席一看到 刘远熙的個人頻道上寫著 Starsheet娛樂 便馬上表示你是Starsheet 是光珠的公司 讓一旁的車胎宣立刻大喊 不是光珠的公司 是演習的公司 但是光珠哪有這麼的了不起 什麼光珠的公司 一連串的吐槽 讓劉再席超級無語 頓時不知道該怎麼回話 然而大學的災難還沒結束 之後當劉遠熙透露自己喜歡車子時 劉再席也隨即附和為喜歡 沒想到這時 與劉再席住在同個社區的車胎宣 又忍不住詢問 你為什麼喜歡汽車 要停在哪 難道你還有別的房子嗎 接著跟造謠 劉再席有個只放車子的房子 讓劉再席驚慌地表示我才沒有 並對一場外的工作人員大喊 結束吧 聊了11分鐘已經夠久了 心累的一番話 讓在場所有人報效不已